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 刚毅有一次审案 状子上明明写着 我挑担大份 在村口歇一写 刚毅却念成我挑担大份 在村口喝一喝 饮得同僚笑弯了腰 百姓笑出了泪 刚毅虽然读不通诗书 写不了文章 但他有一项大能耐 就是善于摆平主子当然不是光绪 而是手握十字权的慈禧太后 有一年慈禧过生日 王公大臣 各地督徒纷纷前来祝贺 大家又是敬供贵重真丸 又是敬供名贵字化 但时任广东巡护的刚毅 送出了新花样 他既舍得花本钱 又善于花心思 命人租了三万枚兽字双龙银币 银币正面有一对蝙蝠蝙蝠鞋音 背面是双龙环绕的圆形兽字 寓意扶寿双全 银币移到北京 刚毅就在慈禧心里留下了良好印象 刚毅不仅会送礼 还能替慈禧分忧 他任行布侍郎时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闹到北京 别人琢磨案情法律 他却琢磨主子的心思 彼时 太平天国刚被剿灭 为了安抚南方官员 朝廷对南方官员的任免不按程序 弄了一团糟 慈禧一直想借机将他们的官职撤掉 但又害怕引起南方官员的不满 这时 没有文化却有头脑的刚毅做出了表率 将一桩案情简单的明案 硬生生扮成了一桩官员洗牌的官案 借机摘掉了二百多名南方官员的巫煞 为慈禧解除了叶肘之患 在官员的任命上 慈禧坚持 没文化 不可怕 不忠心 最可怕 对主子忠心 忠在何处 一是忠在前眼里 二是忠在心眼里 最终的内涵和标准 刚毅能心领神户 融会贯通 慈禧怎能不重用它呢 因此 有了慈禧眷顾 刚毅虽然念白字的特长 没变 但脑壳上的顶带花灵长点 从云南部正时到山西 江苏 广东等地巡抚 又担任军机大臣 公布 刑部尚书 终于已继位帝国重臣 权清一时 权更大 位更高 刚毅整事的能耐更强了 庚子年间 他忽悠慈禧依靠装神弄鬼的义和团 以拳头对付洋枪 忽悠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外国大使馆 结果招来了八国联军 慈禧和光绪仓皇逃出北京 被洋人追得满击跑 最后 清朝丢了主权 竹子折了脸面 国人还要共同出饮两季刚义闯的货买单 晚清时 类似刚义这样的官员还有一大批 他们斗急走马步读书 但就是有能耐通过不同的途径 使用不同的方法摆平慈禧 因而各个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 其实 古代官场之事 历来如此 摆平即水平 水平即能耐 摆平小主子 就是小能耐 摆平大主子 就是大能耐 这些能耐有时候与能不能识字 会不会读书真的没有关系 只可惜这些能耐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像刚义这种投机取巧之辈 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 有趣 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 和替军一起读历史作者姚洪来源百家讲坛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